哈喽,大家好,我是阿姜 这一期就不给大家分享 做事情的视频之类的 给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的心情 这个自媒体 我现在是刚刚进入自媒体 没想到这么短暂的时间 我感觉我自己都抑郁了 怎么说呢 像我这种小小的主播 我都没想到我会影响 会影响力会有这么大 然后可能就是说影响到身边的朋友 或者什么的 然后呢 我自己可能是 我自己也是可能就是说 心可能就是说还没有放开的那种 平常看我大大严严的话 说我的心宽如大海 其实真正的就是说 哎,遇到事情了 就可能就是也是蛮脆弱的 所以怎么讲 我觉得嘛 不管怎么样 就是我身边 我都希望我身边的朋友啊 大家都很好 然后就是说希望我 希望就是说我不会给任何一个人带来什么不好的 就是说影响啊 什么七七八八的 我觉得这样子我自己累秀会过意不去的 嗯,怎么说 突然感觉自己吃穷了 因为挺感触的 昨天晚上我都睡得蛮晚的 因为想到这件事情嘛 心里就会很不舒服你知道吗 虽然大家都在说哎呀 做好自己的让别人去说别人怎么讲就怎么讲 是不是不好自己的就行了 其实真正如果说你听到那种不好的话语的话 心里还是真的很难受 其实就是这样子的 做自媒体真的要 要放宽心情的那种 就是别人怎么黑你 怎么说你 你都无所谓的那种 其实说是这样子说 真正的就是说别人说到你头上的时候 你自己会内心会感觉到很不舒服 然后昨天我就说嘛 我说我的感觉我真的 已经好像扛不住了一样那种 感觉自己就是有那种 哎呀失眠啊各种什么的 感觉把我说的就是 哎呀怎么说呢 什么样的人都有 真的 什么样说法都有 我只希望我不要给身边的朋友 还有就是谁带来任何的东西 任何的不好 我希望大家都好 哪怕我自己不好 我都希望他们大家都好 其实我都想了好几天 我是不是嗯 怎么说就是停更吗 就不拍视频了 然后不拍视频吗 你说是不是就没有 有那么的话语没有那么多 嗯那么多碎言碎语 真的不单单是爱情要进得起流言蜚语 不管做任何事情都要进得起 特别是自媒体这一块 我感觉 我感觉怎么样做都有人说 就是真的没有在别人眼里真的就没有说哎呦 非常完美的那种 但是我也不不求说我能做到大家都喜欢 我只觉得好不喜欢我的人 尽量不要喷我就行 对不对 其实之前嘛刚开始嘛感觉哎拍这个视频 呃我们拍我们拍这些视频 大家喜欢看大家爱看那我们就我们就拍啊 当然很多人说哎呦你不要去顾虑到别人的看法别人的想法怎么样 其实有时候嘛我这个人就是真的不怎么去就是说不怎么带脑子的这种感觉 我就感觉好只要善良啊我心里就是说我自己内心善良就行了 其实真正的生活中不是这样子的也许可能就是别人的想法 就不是你的想法别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每个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 那当然喜欢谁支持谁这个是大家的自由啊 如果喜欢我的我给我关注然后嗯多支持我鼓励我对不对 喜欢我身边的朋友那不喜欢我的就真的不要就是说不要不关注我也可以 我就是尽量不要黑不要黑我说或者说哈挑拨挑拨朋友之间的关系啊这种 比如说本来是我们是大家都没有什么的都都挺好的 那总有那么一些人会在中间各种挑拨各种的说 对不对其实这种你说有必要吗再说如果真正的说哎 两个人的关系或者说同身边朋友的关系很好 你说你这样子挑拨来挑拨去的有意思吗啊 再说我们的关系就是说哎是你能挑拨就能挑拨得了的吗 对不对把自己先管好了 对不对啊不说了说了心寒 随便吧顺其自然就是这样